第十三届妇女大学开课了 在系纸福安市民活动中心的系纸瑜伽班 第一天开课系纸区长林庆峰也来支持鼓励 希望透过课程让妇女朋友都有多元学习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第十三届的妇女大学 在我们系纸地区第一次的一个开班 那我们今年度非常谢谢我们社会局 跟我们系纸区公所合作 那举办了我们第一届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今年特别第一届的课程举办我们的瑜伽班 我们现场有二十多位我们的一些妇女一起来报名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能够让我身心舒展 然后身体健康 不管是忙碌的少女们或是妈妈们想要动一动 这次公所是特别邀请了系纸区瑜伽协会的老师现场授课 先是几分钟的调整呼吸 接着开始配合伸展动作 让四肢都能够伸展开来 民众说很喜欢这样的课程 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灵更健康 把你的手移动到后侧伸直左脚向上吸气 背提起来腰提起来 加油哦 我们呼气后手肘弯曲 把你的脚拉靠近身 我是退休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找相关的能够让我就是生活上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 然后不只是身体心灵上都能够放松 然后学到新东西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棒 那我们也期盼就是 藉由这样第一次的一个尝试 跟妇女大学的一个合作 我们希望说也能够多多开办 相关类似一些关于妇女所需要的一些课程 能够来加回我们系纸地区的一个民众 那我们希望说后续如果说有开其他的课程 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一起来参与 这一期的瑜伽春季班课程 每周三跟五的下午两个小时的课程 由专业老师带着学员伸展肌肉打造健康体态 透过一系列的课程 让妇女朋友们调整身心灵 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放松 这是慧玲西子采访报道